今天是神经内科 蔡佩玲 蔡医师到我们的空中现场 哈喽 蔡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阿智 朱莉娅 你们好 是 这个医生一来 我就说 哇 这神经内科 从我的第一个印象 我就觉得它范围应该还蛮大的 那我们今天最主要 我觉得国人比较常会担心 或者是说造成困扰的 在神经内科这方面 大宗是失智吗 是不是 医生 失智症确实是属于我们 业务里面的一个大宗 那现在目前我们讲的失智 它大概可以分成哪几个 这个所谓的样貌呈现呢 那在日本有一位失智症专家 松田博十一 是他所著作的一本 失智症的书里面 其实把失智症 或者是我们讲认知症 把它分成至少33类 33类啊 那所以其实失智症呢 它指的是以记忆 或者是以空间障碍为主的 一大类的疾病 就是它可以说是一桶疾病 这一桶疾病里面 目前至少分成33种 那所以要怎么样去判断 是属于哪一种失智症 需要专业的医师来做诊断 所以33种在所谓的照护跟治疗都不太一样吗 对没错 那我们在分类上其实大概可以分成 神经退化型的失智症 跟非神经退化型的失智症 那神经退化型众所皆知 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 这一类就是年纪越大会越多 大概在50岁以上就开始会慢慢的增加 50岁开始就有了 嗯对啊 你十二年轻的耶 对啊没错没错 又不相比啊 50岁好像才有其他人 对那再来就是 入浴室体失智症跟巴金森型的失智症 这一类是有一些动作缓慢 或者是手会抖这样子的出现 那伴随有记忆的障碍 是是 对那还有一类是属于额捏液型的失智症 额捏液型的话是通常病人会先 以一些行为异常来做表现 譬如说他可能会乱摸女生 男生可能会乱摸女生 然后可能会随地撒尿 然后变成不爱卫生 就是本来都很爱自己的外表卫生的 可是后来就变得不刷牙不洗脸 爱一直吃东西 我问一下 这会不会一开始被转去身心科 还是去做一些 但不怀疑是他心神有问题这样子 非常有可能被转去身心科 你啦 故意不洗澡 所以这是都是在所谓的神经退化 OK 对这几类的病 OK那另外一种就照理是不是就是非神经退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错 那非神经退化的就包含相当多种的病因 包括说像脑瘤或者是像水脑症 或者是像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包括像裤甲式症 或是像一些感染性的脑炎 免疫性的脑炎 甲状腺的疾病等等 或者是酒精性的脑病变跟B12缺乏造成的 这都属于非神经退化型的 你刚才讲这个非神经可能是他自体本身的疾病 或是外来的都有可能像喝酒喝太多了 头部的外伤都有可能影响这些 是的没错 那如果说蔡医师这样听起来的话 目前国人我们比较会害怕的 应该是说那种好像年纪大了 就遇到所谓退化的问题 那这个退化听起来是不是 感觉上就是不可逆 这不有意料会不会 目前的观念确实是如此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神经退化型的失智症 目前在药物方面只能去延缓 它的一个退化 但是没有办法去阻止它继续的往下坡 老实说真的是现在这个状况 只能不能不会让它更好了 但是不要让它变得更糟 是控制的意思吗 对那目前的药物来说 如果是阿兹海默型的药物 就是我们在使用目前健保给付的 乙烯胆碱类的药物 就是让脑内的乙烯胆碱 增多的这些药物来讲的话 基本上会有让病人的记忆力 回转6到12个月的效果 用下去如果有效的话 会有这样的效果 6到12个月 你说他记得半年内 对他的记忆力可能会变好一些 就是回到他6个月前的状态 的记忆力状态 但是他还是会慢慢的继续往下 不可逆就对了 目前是如此 那蔡氏每一个人都会走到这个阶段吗 你现在有些状况 是所以这可能就提到了一个预防的问题了 那就是说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 或者是巴金森氏症 他都有一些人发现说是有遗传因子 有一些基因会造成 他比较容易有风险得到这些病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没有这些基因的问题的话 那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预防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可以预防 我认为是可以预防的 OK 那原则上可能就是 在预防方面 我会比较请大家 就是要注意一下 首先注意我们自己的德性 德性 对德性 你自己想清楚 你现在单元第一次听到两个字 对啊 因为在下这几年的观察 其实会发现到很多人都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 尤其是配偶 有很多的怨恨 天哪 首先我们先检讨自己说 有没有长久存在内心的怨恨 跟不原谅 那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就试着去宽恕他人 为什么这个跟神经退化有关系 是不是真的很多的夫妻党都发生这个状况 他们饥恨彼此太久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因为之前也学过其他的疗愈技术 那在这样子的疗愈技术里面 发现到其实不管是十字症也好 或者是糖尿病或是一些癌症也好 其实都存在着不原谅这个很重大的课题 跟情绪有关系 负面的情绪要消除 对对对没有错 听有没有想看自己的德性 骂人之前先想想自己吧 所以蔡师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要预防神经退化 第一件事情 消除负面情绪 可是可是医生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的化解 这个讲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对不对 确实是没有错 那另外在习惯上面也建议大家 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跟十年前的自己比 是不是变得比较懒惰或者是随便 像我前几天就反省到说 以前我做菜的时候啊 其实都会先想一下那个食谱 然后想说 我大概今天要做几道菜 最近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去思考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需要 时间的重点跟十年前不用 你十天前可能就比现在勤劳了 这个跟神经退化也有关系吗 这个是我个人的观察 那也许其他的医师或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那是由于就是我追随徐荣龙老师 就是目前土城长根的徐荣龙主任 投入这块领域之后 去观察各个不同的失智者 他们的生命故事 有发现到的一些共同点 这个大数据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因为这是您的这个临床上面的这个观察吗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几个现象啊 他们在某些程度可能对于神经的健康 或者是用不用脑 讲直白一点 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二种嘛 就越来越懒惰 你也不太用思考 就随便做 是不是跟这样的这个关系是有关联性的 是的 朱月娅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在预防的部分 我们要注意到脑力的活动 这个脑力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那脑力活动呢 大概可以分成几项 第一个就是创造力的活动 第二个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活动 第三个就是很明确的 它是认知活动 譬如说我们在学习一些语言 或者是在学习一些理科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使命感型的活动 使命感 像两位主持人能够坐在这边 相信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使命感 才能够一直坐下去 那这使命感的活动 也可以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进 我知道 总结跟那四个项目 大家去推荐 推荐长辈打麻将 我今天一定要赢到吧台 那这种使命感 而且他会算 这不是很好 你可以不要乱下结论吗 打麻将是好的吧 打动脑这件事情 对打麻将 对打麻将如果不赌钱的话 他还有 我刚刚讲的 他有一个社交的作用 就是社交活动 他也属于社交活动的一种 但是尽量不要赌得太大 对是真的 因为赌得太大会造成心理的压力 五块十块OK 会变成情绪的问题 对 有使命感 今天一定要 不要这样子 只要算台就好 所以蔡医生就说 我们这个脑袋是一定要用 不能说老了就不用它 没错 对不对 那当然其实对于说 这个国人很害怕的 自己将来老了会痴呆 自己可能还真的 反正就痴呆了 可是是一个家人之间很大的负担 是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 我们台湾已经不用痴呆症 正在讲这个名词了 就是因为痴呆这两个字 对家属或者是失智者来说 都是相当难以承受的刺痛 所以我们基本上用失智症 失智症 失智症 失智者来取代这样子的称呼 那如果真的我们家中就遇到了 就是无可避免 就有长辈 可能发生了这种失智的情况 在照护上面或者是医疗上面 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吗 在照护上跟医疗 哇这是两块很不同的领域 那我先讲医疗好了 那医疗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失智者进入医疗 照护体系的第一个关卡 所以这个关卡非常重要 那就是说我们在 当我们在发现自己 或者是身边的亲友 如果有一些警讯的时候 那真的是会建议 就是直接到医院来看医生 那哪一些警讯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国家卫福部在宣导的 失智证十大警讯 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 记忌圣时空 余百叛之各 那这怎么说呢 就是说第一个 记忆力如果减退到有影响生活 那计划事情解决问题有困难 或是没办法胜任本来熟悉的事物 或是对时间地点感到混淆了 那有空间方面的问题 譬如说就是走失了 或者是开车开到一个地方迷路了 OK 再就是语言方面 发现讲话越来越少了 或是讲话越来越不清楚 或是根本没办法理解别人在讲什么 东西摆放错乱 这有的时候也还蛮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摆到哪里自己忘记了 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结果就怀疑 会应该出现的地方 对然后就怀疑说 是不是你把我东西藏起来了 所以我找不到 其实是自己摆到乱其他的地方了 对 那或者是判断力有问题 那还有就是如果从职场上 或者是社交场域里面退出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蛮大的关卡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在提早退休之后 就开始走向失智之路 反而不好对不对 对没错 那最后各的方面就是个性的改变 如果您发现您周遭的亲友 有个性改变的话 也要注意像刚才讲的额念叶失智症 它是从行为个性改变开始 突然间就是不洗澡小心点 蔡医师所以 因为像我最近越工作越觉得 我没有退休的这种概念 其实这是好事对不对 对没有退休的概念是好事的 就是我觉得 但对身体不好对不对 70岁还要在做吗 你确定你要可以胜任 可以胜任的 做轻松一点的 就是不要让自己就是 你说做网牌 就是不要让大家 就是好像回到家中 然后等待的概念 不要让脑停下来 就是适度的休息 但是每天都要学习 跟接受一些新的火化 那这边继续提到 这个医疗资源的这件事情 我们大台中地区 因为历任市长的一个建设 所以我们其实是 沙海豚其实是交通相当方便的 那目前我们有就是在 大台中地区有很多的医院 提供专门的失智症照护 那以我个人曾经服务过的海线 大家可以到同众和医院 这边有失智照护中心 以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的门诊 可以帮忙 那如果在囤区的话 必然在现在所服务的长安医院 我们长安医院神经内科 有非常资深的陈慧轩医师 以及在下我 都可以为大家服务失智症的部分 蔡佩玲医师 那三线的部分的话 封源的目前封源医院 也已经有失智共照中心 那所以大家如果位在 就是台湾不同的地方 想要知道说 我怎么样可以带我爸爸 我妈妈去看医生 或是我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 也可以进入这两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是我们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 英文简称叫TDS TDS 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 学习的学 那进去网站之后 往左边看 就会马上看到一个连结 是失智症诊疗医师的推荐 所以因为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所了解到的 就是我们神经内科的领域非常广大 实际上专注于失智症的医生 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所以你如何找到这些医生 这个网站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资源 那另外一个网站是 台湾失智症协会 失智症协会的英文的简称是TADA 那这是一个我们国家就是代表台湾 就是向外等于是一个失智症民间协会的代表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先进到第一个连结的社会支持网 然后点进去之后 照护资源的部分再点进去 也可以找到一些门诊的医生 那门诊的医生的数量可能会比 刚才所讲的那个另外就是第一个网站 还要更多一些大家也可以参考 今天蔡医师提供给我们很多相关的 这个医疗资源 我觉得蛮棒的 那据说蔡医师你好像有一两本书 要推荐给大家是不是 最后要不要把书籍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在照护的部分 其实要照护失智者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 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走过这条路的人都知道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失智者的家属 我说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那如果您刚开始照顾一位失智者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看这一本书 叫做轻松照顾失智长辈 轻松照顾失智长辈 这就是书名 对这是书名 那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 如何照顾的原则跟细节 这样子 那这是一本日本的书 那我们国内呢 有一位专门照顾失智者的一个专家 他是高雄长根医院神经内科陈乃金医师 那他有两本著作 那这两本著作的名字分别是叫做 因为爱所以看见 因为爱所以看见 那另外一本的一个名字叫做 熊温暖心照顾 熊就是高雄的熊 对熊就是高雄的熊 因为他就是在高雄在地 在照顾失智病家 好大家如果其实有进一步的这个困扰 因为蔡医师很乐于分享 真的 大家呢也可以搜寻一下 就是关键字长安医院 那目前蔡医师呢 在我们的长安医院呢 是神经内科担任医师 欢迎大家呢 直接可以拨打电话 043611 3611 今天谢谢蔡佩玲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